十一点开始吧 到现在快两点了 完了你看多少个小时 三个快三个小时 然后那个team才刚刚到 那个胡晓的话来了一个小时 我把板子留给他们完了 所以我走得也就比较轻松 今天是星期六 那个孩子们去要去参加 他小朋友的一个生日party 所以呢我就今天有机会就是 自己来冲了 因为他们来不了嘛 那平时冲浪都是带着孩子 两个孩子 那老婆一起一家四口出门 脱家带口的就是会慢一点 通常的话到那边都是中午了 有时候就反正比较慢 那今天的话 因为浪的话 这边多数好几个海滩的浪呢 都是早上比较好 早上的浪比较平缓 比较一条一条的过来 一条一条浪过来 但到了中午 然后一两点两三点之后 那个浪就基本上就是 已经是碎的 碎的浪呢 就是不好冲了 那今天的话 我就本来打算更早一点 八点半九点钟就出发 这样的话九点多能到 那今天已经是 现在已经是十点二十五了 十点二十吧 然后到那边大概十点半的时候 现在马上要到了 大概还有十分钟 不用十分钟就到了 还不错 今天时间 然后那待会上回呢 那个GoPro也不见了嘛 那现在就是拿那个长焦镜头来拍一拍吧 以后呢 我也想再跟大家聊一聊 那个就是冲浪的一些 关于就不是纯粹的拍我在冲那个摔啊 拍拍倒啊 那些就难看的视频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冲浪快一年的一些感受 比如说我感受比较深的就是 为什么华人亚裔去冲浪的比较少 这个我觉得也可以聊一聊 然后呢 就是 冲浪难吗 冲浪要做些什么准备 这些我都可以分享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 冲浪是不是特别麻烦特别难啊 那其实事实上真的是恰恰相反的 然后你有家你有孩子那怎么办 那我也是有孩子 有两个孩子还挺小的 他们都还不太喜欢下水玩 所以都还得有人照顾啊 然后我自己去冲 其实也蛮自私的嘛 但是也难得一周能带他们出来玩一下 在沙坛上 带他们在沙坛上玩一下 也是蛮难得的 他们也很开心 只是说我在冲浪 他们在沙坛上玩 如果有些朋友啊 自己也是有孩子的 就觉得挺麻烦的 那也可以到时候我分享一下 我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然后如果有洛杉矶的朋友 华人朋友啊 如果有兴趣带孩子啊 也可以跟我一起来玩 就是孩子跟孩子一起玩 我老婆也在看 你们比如说也有自己的另外一班 是不冲的 也可以一起来看孩子 那我们想要冲的可以一起去冲 这样的话多几个伙伴还是挺好的 这样容易相互鼓励嘛 之前我一直说的那个 我那朋友呼啸 他真的今天他也 他也是有两个孩子 也是要照顾啊 也带他们玩 然后但我们都一直在坚持 像坚持到现在呢 我们的感受就是已经哎呀 手痒痒的就是没不冲的话 就感觉好像少了一点 一周肯定要去的 然后有时候经过海 他呢看到有人冲 不是就经过的话 觉得心挺痒的 就是很想下去 特别是现在就是能站起来了 所以的话现在特别觉得 有感觉很想就下去冲 能够冲的冲的好一点 就有这种感受了 所以希望大家都有看我的视频 知道我之前去年八月份开始 到现在的这个过程的话 我想可能有一些人会有一些受到启发 那你如果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在我的评论这边来问 然后我也很愿意回答你们 然后希望大家一起来玩 好吧 我们很快就到 收拾小到了 然后这边又拐过去 你看大家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左边这就是 Bossa Beach的入口 这是要付费的 然后右边这边的话是不用付费的 这边停车都是免费的 就算人多的时候 你也稍微等一下 等个十几十分钟 就肯定能等到位置 我先看一下 还要花多长时间 你看这好像 这刚到的还是什么 看看啊 哎呀我听到这边 我听到这边 因为待会儿 出来的时候 洗 冲洗的话 那边刚好有个地方冲洗 还比较方便 就那边 这边可以冲洗 好了 这次就根本就没有等 直接开到这就有个位置了 然后离这后面 这个冲洗的地方很近 这个后面 OK 我们来换衣服 准备下雪 这边 这边 非常简单 助手 可以 把箱子包的 用衣服包里面 它 有很多那扎吗 然后带子 带来的 还有水 就放在这边 拍了十几条 只有两三条是有我在里面的 其他的都是拍的 只有空空的海 空空的海浪和别人 我不知道是这个镜头 可能在动 还是说我就站了 为什么有的位置不对 结果就是浪费表情 我觉得可能当时也冲了游戏就好 刚刚上来 那 上车完 然后上车 今天还是阴天 挺好的 然后那个 玩了蛮久的 呃 十一点开始吧 到现在快两点了 完了 你看多少个小时 三个 快三个小时 然后 呃 那个Tim才刚刚到 那个胡晓的话 来了一个小时 嗯 我把 把留给他们玩了 所以我走了 也就比较轻松 OK 今天玩得不错 下回我们继续冲 拜拜